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天妃 如此实态 成何体统 父弟 青行可以作证的 兄长即使只剩欲念神识 也依然心存道义 父弟无需夺略 是啊 父弟 子无也可以为兄长作证 朕不想听你们两个人说话 目无天归戒律 私逃下戒 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父弟 如今三个孩子令友情复生 也算替神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帝就莫要再为难他们了 朕问你 如今的你 心中可还有欲念神识的所思所感 神识 父弟 儿臣还是原来的儿臣呢 correspondent 致奉 ens 崔恒子物 你们二人复活神君有功 沐沈刚才也替你们求了情 朕便不再责罚你们 谢父弟 由芊 不要 你身为天妃如此势态成何体统 你不记得接下之时了 这 有期 清逵公主历经千难万险才让你复生 此时就不要如此严苛了 清逵 听闻你在戒下被陈渊君所伤 怎么不留在天派院好好休息 清逵身体已无大碍 多谢天后关心 本宫知道你心中挂念有情 但你脸色不佳 还是要细心调养为好 是 清逵先行告退 好孩子 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